再说个视频 说一说前两天唐湘龙聊到习近平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 习总说中国的形象应该是一个可信的可敬的可爱的 然后唐湘龙针对这个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评论 然后我发现评论区又翻车了 又是一堆人骂唐湘龙 我说说我对于习总这次对于我们外交口也好 对于宣传窗口对于我们自身国家形象的一些定位 习总的定位是可信可敬可爱 他说之前我们有一些是对外的宣传机构 包括外交部可能有点过 这也是我个人的揣测 我如果说总结一下习总对于我们国家定位的话 我觉得用一个吉祥物来形容的话特别的恰当 就是什么呢 我觉得习总希望中国形象就像一只功夫熊猫一样 你去想我这个例子 首先熊猫憨太可居 对吧 圆圆的胖胖的 长得非常可爱 人见人爱 老少贤疑 你看熊猫到全世界各地 都是那家万人空相去看熊猫 可爱 但是我为什么说功夫熊猫呢 就是这个熊猫虽然可爱 但是你不能惹他你知道吧 或者说你轻轻惹他可以 他憨态可居 但你不能把他惹急了 你惹急的话 你的后果也比较悲惨 因为本身熊猫啊 本身熊猫就是一个猛兽 这个大家知道吧 熊猫属于猛兽 在自然界 熊猫的这个攻击力啊 老虎见了都得退避三舍 它毕竟它是熊 它不是猫 它是熊壳 熊猫是猛兽 而且熊猫是杂食类的 它是吃肉的 知道吧 那再加上这个好莱坞是吧 之前拍了一个功夫熊猫 这次呢 我们也是扬为中用 我觉得功夫熊猫 对于中国形象的定位 我个人啊 这次是比较这个赞成习总 对于我们国家定位的 真的 真的 说实话 就像唐向荣说的一样 这次唐向荣的评论当中啊 我觉得有些部分我是赞同的 就是比如说赵立坚也好 或者我们整个外交部也好 我们整个外交部对外的时候啊 不能全员全员啊 上下一种声音 就是都是强硬的 我觉得这个是起码 我不说不妥 起码是不明智 赵立坚有赵立坚的角色 汪文斌有汪文斌的角色 王毅有王毅的角色 华春莹有华春莹的角色 不能全员全部一应到底 这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即便是对对待国外攻击的时候 我们要有策略性的 是吧 我们是有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硬碰硬 这是一种策略 有的时候需要 比如说他一拳打过来 打到棉花里 他受不到力 这也是一种策略 对吧 有一些事他一拳打过来 我熟视无睹 我都不惜的理你 你都不值得我回应 这是一种策略 我们不能针对所有的 对中国的所有的批评 全部回应 我们也不可能 对吧 好像不回应就证明我们软弱 不回击就证明我们懦弱 也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 习总最重要的就是想 想给我们这些外交口 媒体口 传递一个信息 最终中国的形象 还是要定义到这三个词上 我觉得蛮准确的 可信 可敬 可爱 功夫熊猫 正好能担此职 是吧 一身功夫 是吧 不怕恶势力 你看那个电影不就是吗 对吧 各种那个妖魔鬼怪 功夫熊猫最后都能搞定 尽管中间经历了好多波折 但是形象依然憨态可居 是吧 人见人爱 谁都能打交道 平常非常朴实 非常地善良 我觉得这个是功夫熊猫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 真的将来的形象 我觉得是最佳的一个体现 我个人觉得 有人说我们中国是龙 其实我觉得龙作为我们民族的图腾可以 但是龙的形象 我个人说的不一定对 这个龙在国内 在我们中国中华文化里面 它体现的是一种威严 是一种权力 是一种power 它是一种高高在上的 你看龙的形象 意思是那样 你见龙是憨太可居的吗 你见龙是那种很憨厚的吗 没有 龙甚至称不上善良 对吧 西游记当中龙它也是那种 稍显邪恶的那种 有一种邪劲在里边 知道吧 最重要吧 龙还是那句话 它是力量 权力权威 它是比较硬的那种形象体验 那么龙在西方的文化当中 那就是完全负面了 大家可以去看西方那些 比如说魔戒 什么那些大片 凡是有龙形象存在的 绝对都是反面的 恶魔 恶龙 喷火的 吃人的 对吧 这个它不是对中国中华文化的一种污蔑 这个倒倒不是 因为龙本身在西方的龙和在中国的龙 它是两种龙 它是两种龙去仔细看 形象不一样 但是龙本身在西方 它是一个恶势力的 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形象 是一个负面的形象 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用龙来作为中国对外的一个形象体现的话 我个人觉得没有功夫熊猫那么好 当然你说功夫熊猫是好莱坞搞的 我们不能用好莱坞的东西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要有一个那样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展现 就是一个 我说功夫熊猫 你比较容易理解 对不对 我不是说一定要功夫熊猫来展现 就是说功夫熊猫这个形象比较适合 你知道吧 你要能用同样的一个特质的东西来取代它也行 但是我觉得以眼下来讲 我觉得功夫熊猫挺好的 挺好的 所以说 就包括我们的自媒体也是 大家发现没有 我曾经我在很多自媒体 不是 我在很多节目当中我说过 我不喜欢看一类节目 我不喜欢看一类节目 就是极端的 它极端的反美 极端的对抗西方的 我也不看 它极端的反共极端的反中 我更不看 对吧 第二类我先不说 第二类那些那些垃圾我就先不说 我先说一下第一类 第一类主要集中在我们的爱国阵营 爱国up主这个圈子里面 我一直说 我个人特别不喜欢极端 你就是爱国up主 我也不喜欢 我之前我订阅过一些人的 后来我都退定了 是吧 包括讨论两岸关系的 对吧 一定杀死 是吧 留岛不留人 一定要把台湾岛全部和平 是吧 天天喊武统 2020年 2019年的时候 喊2020年武统 2020年的时候 喊2021年一定武统 然后给你举出一大堆例子 然后说出一大堆军事上上面的一些情报 是吧 说我们军队有人 我们这有人 我哪有人 我又什么 就内部消息 放心吧 我们怎么怎么样 看两三期算了 我就我不指名道姓说什么频道了 我就举个例子而已 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我不太喜欢看这一类的 没劲 你光看这个 你能得到什么营养吗 诸位 我不知道 如果你作为一个观众的话 每天都喊武统 天天喊 我不反对武统 问题是 如果说一个频道 一个up主 天天把这个武统挂在嘴边 今天喊 今天武统 明天武统 那你跟天天喊 中共要倒台 今天倒台 明天倒台 那有啥区别 除了对你的观众 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对吧 你一次一次的 你说的话落空 在我看来就是落空 因为我这个人有点较真 那你不是一次一次的 在骗你观众吗 啥时候武统了 没有按照你这个思路来 对吧 或者说跟印度什么开战了 是吧 今天打了 明天打了 算了吧 别那么极端了 好不好 我们是恨台湾人 我也恨 你看我做的视频当中 我也没少骂 但是我也没说过 要和平台湾 是吧 原子弹那个和 流岛不流人 杀光 是吧 我也他妈反对美国呀 但是我是吗 我不是一味反对美国 我是就事论事 我一再强调 美国身上有我们学习的点 美国身上有我们学习的点 别的不说 开句半开玩笑啊 美国警察的执法力度 就值得中国警察学习 美国军队的执法力度 就值得中国人民警方军学习 是不是 美国身上有我们学习的点 美国的对外的媒体的 宣传的方式 技巧 中国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吃一尝忌以质疑啊 对吧 不要把这个 这个西方是吧 归了包堆是吧 五眼联盟 七国集团全部定到耻辱的柱上 天天鞭榻他 不要这样 这是习总为什么出来说这个话的 我觉得深层次原因 但是他不能说那么白啊 他不能说这个批评外交部啊 批评什么新华社啊 他可能不能这么说 但是意思大家都懂 对吧 意思大家都懂 不要极端 不要极端 要做视频也好 做事也好 有的时候要就事论事 要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圆滑一点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强硬一点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反讽 有的时候需要正面回击 因此 有些频道我是不看的 不好意思啊 有些频道我是不看的 有些反共的频道 他说的有道理的 有些频道 我听过几期啊 我觉得他不完全说的全是造谣声势那种 我还能看 真的 我不是说人家一推动中国民族化 反对中国共产党 这个频道就一定是罪该万死 是吧 这个人就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 不是这样的 就事论事 民运这个圈子里啊 他也有明白人 尽管这个人数呢 越来越少 傻逼越来越多 我不是说了吗 民主两个字 被民运大部分人给玩烂了 我们爱国这个圈子里也是 我不知道有些up主 人家可能为了流量 对吧 大家知道做自媒体 越极端 越情绪化 是吧 越威严耸听 越能爆什么猛料 越有粉丝 所以这也是咱这个频道 长久以来做不起来的原因 因为我们过于的 过于理性了 所以大家听起来没劲 对吧 你这听你的频道 没爆料啊 对吧 爆料你听郭文贵 爆料革命嘛 是吧 用爆料就能把中国共产党给拉垮 那是郭文贵 天天爆料 你去听吧 所以我们爱国这个up主 这个圈子呀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你的立场我也能理解 但是你的做媒体的方式 我不喜欢 我也欣赏不了 大把人欣赏 咱们属于小众平台 想听我这个频道的人少 推不推波无所谓 还是那句话 我抒发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我不会为了我的频道的流量 不会为了粉丝的数量 订阅数 广告收益 我改变我的风格 那就不是我了 那就不是我了 再说我那么极端 我也极端不过人家那些人 说实话 咱也没有猛掉 对吧 咱自己编也编不圆 何必呢 所以说 我说还是回到我们话题 就是习总这次对中国形象的定位 我觉得我举双手支持 举双手支持 功夫熊猫 大家再想想 这个形象是不是适合中国 我觉得是蛮适合的 OK 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